莱坞又推出了一部要横扫国际的科幻动作大片《钢铁人》第三集 果然刚推出 它的国际市场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美元 声势果然惊人 不过这个数字背后也显示 它的亚洲电影票房市场受到的欢迎程度 而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票房的宝库是哪里呢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 《钢铁人》上映在中国大陆这次除了它的票房受到大家瞩目之外 它的整个的电影经营以及行销策略 也是一个将会是一个重要指标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在这两年蓬勃发展 发展到最后 逼使得中国政府也必得开始接受一些国外片商 希望能够增加外片配额的压力 终于中国在今年开始外片配额已经增加了 当然这下子好莱坞的片商更加紧努力 要去经营中国人观众的票房的特别胃口 他们怎么做呢 钢铁人第三集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尼果在台北看到的是叫做国际版本 这里面有部分的中国演员没有出现 但是中国大陆观众 你如果在中国大陆电影院看到的版本 那属于中国的特殊版本 里面就有所谓的中国特殊打造的剧情 还有一些中国演员出现在里面 以增加跟观众感觉的距离感的拉近 让大家觉得 哎 老外很重视中国人哦 当然这套策略是不是能成功 钢铁人这次他的整个未来的成绩 就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大家的参考依据 如果这个情况发展好的话 你可以预见将来很多的国际电影 特别是美国电影 大概开始都会有一些中国特殊打造的剧情放在里面 也许中国电影员将来在整个的国际票房上 也有更好的发展的潜力跟市场的可能 当然这一切都要看中国观众能不能吃下这盘美味 而且中国观众认为加几个中国演员 是不是就能够把他们带进到电影院里面 钢铁人第三集到目前来讲 似乎证明还有那么一点效果 我们就带您看看 这些电影的策略的幕后原因是什么 以及他们在比较之下 国际版跟中国版究竟差在哪里 玩世不恭的东尼史塔克 危机正在逼近 满大人公然勋战 好友跟爱人成为袭击目标 为了找回市区的安全感 超级英雄内心面临挑战 钢铁人再度归来 魅力横扫全球 但这回对岸13亿人口 有机会看到钢铁人足迹到过中国 我是Tony Stark 我建议的东西 大陆推出钢铁人三特工版 不是三载 而是片商专为中国特制 惊鸿一撇的女星范冰冰 还有影帝级的印底子演员王学奇 场景更出现了北京的永定门 去年拍拍时 媒体捕捉到穿着手术服的范冰冰 还大肆报道 当天拍摄的是 吴博士为钢铁侠治疗伤情的场景 钢铁人三添加中国元素 果然5月1号上映 一天票房就飙到1.5亿人民币 刷新单日记录 但没想到完整版曝光后 失望的人不少 原来134分钟的电影 范冰冰只说了三句话 王学奇好一点 四场戏台词八到九句 而这还是大陆版的版面 古迹版想看到范冰 可是一个卡都没有 你说两个版本 什么国迹版还是中国版 其实就算是它剪成纪录片 剪成卡通片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 戏分辈大山 网友酸饭冰冰成了酱油姐 跑龙套的角色可有可无 山光也没差 其实片商真正要卖的 本来就不是大陆演员 别忘了 这可是部好莱坞电影 钢铁人拍到第三集 4月初小劳勃道尼 才首次到大陆宣传 记者会上他说中文 吃北京道地的小吃 冰糖葫芦 像糖果蜂 到了晚会更穿起糖装 站上紫禁城的太庙 这里原本是古代皇帝 供奉列祖列宗的地方 想升起伴活动可不容易 好莱坞与紫禁城的结合 象征中西合并 而这也正是片商老板们 最想下的一步棋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 我鼓励这次的电影 在哈利物和其他国家 来考虑着中国 做什么 这是一个大股市场的 世界上的大股市场 中国电影市场这十年来发展惊人 去年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2012年成长36% 票房进账27亿美元 更有人预估五年后 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 好莱坞前进中国 已成趨勢 大量啟用中國演員 知名的像是李連傑和楊子雄 參與演出的 神鬼傳奇3 当中更把中國文化 兵馬勇和秦始皇陵 納入劇情 討好中國觀眾的胃口 不言可喻 其他像是李冰冰 影后周迅也都相繼在好萊塢電影 嘎一腳 但這個中國牌可不是亂打 就一定會中 警察確認了 我可以在我身上 阿棠哥七年前的作品 不可能任務3 特別到上海取景 把西棠鼓震的美 拍得如是如畫 但大陸電影審核 就是不給過 據說是因為曬衣場景 看起來醜化中國 好萊塢想吃中國這塊大餅 看來也只能看中國臉色 他們很敏感 像政治故事 犯罪 他們想讓中國看得很好 好萊塢夢工廠的中國夢 越來越濃 除了《鋼鐵人3》 出了個特工版 布萊德皮特6月上映的新電影 《末日之戰》 據說也會有特工版 為了保證能在大陸播出 搶在明年34部外國電影的名額 原助理僵尸瘟疫的來源 中國硬是改成莫斯科流感 動作更大的是電影《變形金剛4》 特別到中國蔑視影員 傳聞內地當同小生黃曉明 將參與演出 《鋼鐵人3》 是否會帶起中國特工版風氣 趨勢恐怕避免不了 不過好萊塢騙商真正的欲望 其實是拿到中國認可的 中美和派騙資格 這樣一來可以享有 43%的分帳比例 比現在的25%多 但中國對合拍的要求 多入毛 現在恐怕只能靠特工形式撐一下 賺得少 總比拿不到大陸播映權 一毛都拿不到了好 我得到你 我得到你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英國凱特王妃如今挺著大肚子 依然是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還有北韓的金正恩 她的戲碼又改變了 從過去的恐嚇叫囂 如今改走了溫情路線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